你想说什么便说吧 夕月 咱们在这宫里 都活了快半辈子了 却还是活在别人的算计里 你什么意思 我被你们算计进了冷宫 好歹现在出来了 你如今这个样子 你知道是为何吗 除了你算计我 还能有谁 皇上让其主给你医病 你的身子却是越来越差 这是我能算计的吗 你想说什么 你现在喝的药里边 比其辱给你开的方子 多加了几味药 多加了这几味药呢 从症状上看 也是有所缓解 但其实 是伤了你的元气的 其辱为何要害我 还是谁指使他这么做的 是皇上 太后 这件事呢 我只能知道这么多 不过还有另外一件事 或许你更没有想到 你想说便说吧 还拿你她 麦那桌子给我 麦那桌子给我 你 要桌子做什么 你我侍奉皇上多年 一直未有子嗣 全拜这个镯子所赐 这镯子里边 藏着商人血气 让女子不孕的玲玲香 玲玲香 哪有什么玲玲香 你竟然知道 为何还一样戴着 我的运气比你好一些 有一次摔坏了镯子 里边的脏东西掉出来 才知道了关桥 我现在戴的镯子 自然是剔除了玲玲香的 不过我到现在也未有身孕 也不知是不是 让她伤了根本 她为何要这般 她害我 你对皇后忠心耿耿 她却是把你当作一个 可利用之人 而我至于她呢 从前邸选附近的时候 就落下了心病 忌惮之外也需要防备 她送你我这个镯子 就已经拿定主意 不让咱们生养了 怪不得我们一晚一晚地 做胎药喝下去也无济于事 她为何要这般对我 我对她忠心恳恳 按前马后 从不甘用而行 她说什么我都听 是不是让她 是我都坐在她前头 我就是想要一个孩子 她为什么要断了我 天南天下 为什么 你今天来告诉我这些 时不时就想知道 我们对你做了什么 这背后可少不了皇后的支持 起来 前日我便说给你听 你要真想说 便说给最该知道的人听吧